哈囉大家好,我是大老師 今天是要拆解ROGIC的M310T 因為滑鼠的左右鍵已經開始不靈光了 那它需要更換裡面的微動開關 這樣上面是滑鼠拆開來內部的構造 那可以看到右邊有兩個黑色的方塊長方形狀 另外就是微動開關 好,板子拆下來之後長個這個樣子 那黑色微動開關下面有三個點 金屬焊點 那我們要把這個金屬焊點給解焊下來 然後更換我們新的微動開關 那新的微動開關是凱華GM電競微動開關 它有6000萬次的點擊壽命 好,就是這一個GM電競微動開關 紅色的 那點擊壽命也6000萬次 那這一顆要45塊錢 那我們來聽一下它跟原生場附的凱華有什麼差別吧 好,那我們來解焊 就我的微動開關 那就是上面三個金屬跟下面三個金屬點 那我這邊使用熱風槍去做解焊的動作 這樣子比較快一點 好,解焊之後 背面長這個樣子 就空出六個焊點出來 六個焊點出來 OK,好,我們現在換吧 好,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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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完成後 樣品長成這樣子 紅色的開花 微動開關 焊點 OK 好,那我們把更換完成的 微動開關的板子 把它重新組裝到 羅技花鼠的機殼裡面 然後把板子裝到機殼裡面的時候 裡面還有一個螺絲要記得把它鎖上去 然後接下來 把蓋子蓋上去 蓋子蓋上去之後 底部這邊還有兩個螺絲要記得把它鎖上去 那這樣子的話 更換微動開關的工程 就準備告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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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告 如果滑鼠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參考這樣的方式 最後我們來聽聽看 更換新的微動開關 它的聲音 敲截的感覺是怎麼樣吧 那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希望你們的頻道也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按鈕跟LV 謝謝大家這裡記得收看 掰掰